往锅中摘入三碗清水 嗨 大家好 我是小苏 一千森林求关注 放在煤气罩上把水烧开 再准备一个大盆 往盆里刷上食用油 方便脱模 再用相同的碗 准备一碗土豆淀粉 再往盆里倒入一碗清水 用筷子慢慢地给它搅拌均匀了 再加入一勺食盐 搅拌至看不见任何的干淀粉 这个时候把烧至滚烫的开水 直接倒入淀粉壶中 我们来烫姜 开水倒进去之后 用筷子快速地搅拌 把淀粉搅拌均匀了 我们在搅拌的过程中 会发现越搅拌越粘稠 土豆淀粉的颜色也会变得一致 和奶白变质透明 手上沾点清水 趁热给它整理瓶整 放入蒸锅中 盖上盖子 大火蒸20分钟 蒸好的凉粉表面有很多的气泡 我们给它放在一边晾凉 由于提前刷上了食用油 我们在脱模的时候非常地顺利 直接倒扣在案板上 大家看 我们蒸好的凉粉也是非常的劲道 特别的有弹性 在切凉粉时 我们提前用清水把刀打湿 就不易煎刀 我们用蒸的方法做出来的土豆凉粉 劲道抠坦有韧性 随便晃衰都不易碎 这样做好的凉粉 可以凉拌 也可以炒着 或者是煎着吃 大家可以看出 我们在切的时候 它的韧性非常好 凉粉中加入黄瓜丝 香菜 小葱 五香豆腐干 来上一勺食盐 一勺鸡粉 适量的山西老陈醋 一丢丢生抽 一勺辣椒油 再来一勺山泉水 搅拌均匀 天气越来越热 喝上这么一碗 土豆凉粉 别提都过瘾 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们下期见